大家好,我是鱼皮 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每次我们开发新项目时 不是都要写色头语句来创建数据固表吗 然后我们为了开发测试方便呢 一般要往这个表里造一些假数据 那我不知道大家一般是怎么去造假数据的 像我以前做的项目不复杂 一般就是自己编,纯人工操作 那我相信屏幕前大多数同学应该也是这么做的 这么做虽然简单粗暴 但是随着次数多了,表格的列多了 造数据的成本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麻烦 而且我觉得造数据这件事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 所以我就在想啊 如果我做新项目的时候 不用自己写键表Circle 也不用自己造数据 直接就能得到一个造好了假数据的表 那才有多好 那我是很喜欢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嘛 于是就开启了爆竿模式 一人全域 做出了这款自动生成Circle和模拟数据的工具 除了给我自己用之外 我还买了域名 把项目发布上线 供大家一起来使用 我给它取名为Circle之父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生Circle 生数据嘛 那下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假设我们要创建一个用户表 先在右上方切换到配置模式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可视化表单中 填写表的信息 然后给表新增字段 在这里我们可以编辑字段的信息 还可以指定模拟数据的类型 支持固定值 随机值 数字递增 以及正则表达式等多种生成模拟数据的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新增通用字段 就自动插入了基本上我们每个表都要有的四件套 最后我们滑到下方 点击一键生成 奇迹出现了 工具自动为我们生成了Circle代码 包括键表语句 假数据插入语句 还有模拟数据 可以下载数据为Excel表格 还生成了Json数据 如果你是前端同学 不关心Circle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个工具 来给页面造一些测试数据 最后还生成了Java代码 包括实体类的代码 还有对象的代码 这个在我们写单元测试的时候 应该会很有用 那我们想一下 以前我们自己造这些数据要花多久 而且造出来的还都是一些 什么没有意义的数据 但现在呢 我只需要点击几下 就能自动生成模拟数据 再也不用纠结我造的数据是张三还是李四了 帮助大家告别造数据的苦差事 那有同学说了啊 我习惯利用别的工具来建表 那如果我已经有了现成的数据表 想用你这个工具 难道我还要再添一次表单吗 当然不需要 我开发了多种快捷导入配置的方式 如果你已经有了现成的数据表 可以直接导入建表Circle语句 点击导入 就能看到表信息啊 所有的字段全都自动识别出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像之前一样 调整模拟数据的生成方式 再点击一键生成 就快速得到了模拟数据 非常方便 你甚至可以只传一个Excel表格 比如这个数据表 直接导入 工具就会自动识别出字段 还有字段的类型 再点击一键生成 就能轻松完成建表 那讲到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工具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还不够方便 我觉得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 我说一下 这个表要有哪些列明 不用自己填写表单 就能生成一张表 为此呢 我开发了智能导入功能 基于历史数据 我们只需填写列明 比如ID用户名创建时间 点击导入 就能自动完成表单填写 并且生成数据了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做到这里 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这个工具还是死的 一成不变 比如现有的随机生成方式 不能满足我的诉求 我就只想在ABC3的词中 随机生成 怎么办呢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开发了词库功能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现成的词库 来生成随机值 也可以点击创建 自己来创建一个词库 这样我们就能从指定范围中 随机生成数据了 当然了 词库是可以共享的 大家可以协作共建 还可以一键根据词库 创建字典表 研究方向的同学 也可以把词库 当作数据集来使用 那既然词库能共享 我们填写的表单信息 是不是也可以共享呢 当然可以 于是呢 我又开发了表信息 自断信息共享功能 在这里大家可以学习 或参考其他同学的库表设计 快捷复制键表语句 甚至还可以直接导入 别人现成的表 然后进行一键生成 或者进行二次配置 啊 原来这才是最理想的键表方式 直接输入表名 然后用别人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种网站 当成是自己的收藏家 以后的项目 如果还需要用到 重复的表或字段 直接导入即可 那美中不足的是 这种网站共享的内容 还不是很多 那毕竟这是一个大活了 我一个人实在是 有心无力 期待大家可以一起来 参与贡献吧 然后小小的吐槽一下 这我本来觉得 做这个东西很简单 就是一个表格 然后写一些生成逻辑 但是做着做着 我就想着 哎 既然都已经能生成了 顺便共享一下是吧 所以既然涉及到 内容发布了呢 那又少不了 加上什么登录注册功能 就基本上 外部项目都有的 那一套东西 那就是因为这样来来回回 给自己加了几十的需求 那最后希望 这个项目能帮到大家 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那由于我都是工作之余 几时间制作 确实比较累 也比较匆忙 所以这个项目 应该还有很多的 bug还有不足 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那等我在完善完善 这个项目之后 我会把这个项目 一个字符不剩的 完完整整的 开源出来 给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展现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